这个打法有何特别 就能够让林高远很不适应 2022年压轴杯乒乓球比赛中 在8分之一决赛中 由林高远迎上伊朗的阿拉米扬 手机上来林高远有点不习惯阿拉米扬的打法特别是他的发球很快就3比9落后了 这个防守进攻抹杀的非常充分 整个出的弧线很顶 阿拉米扬的最高世界排名是40位 而林高远是第2位 从排名来看 双方并不是同一级别的选手 这么上方的高球还打丢了 真的是有点不应该 3 西医比3 林高远丢掉第2局 林高远的前两局真的是惨败 只拿到了7分 这个防守质量 他当年的格林卡 有得一拼 第三局的林高远 在战术上有所调整 都要给了中路还有中守卫控节奏 眼看防守卫的对抗处于下方 林高远都要给了内心的正守 还有中路 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 主动批长再防拿到正守卫 林高远现在的战术更加主动 只要把这个旋转拉足 可以控制阿拉米扬的进台速度 在关键坟上 两个制成的无畏失误 作为主力选手真的是有点不应该 一个有变化的发球 再果断成功直线 这样的牵上榜 小舟应该打出来了 林高远在站位上 往后撤了一下 先扛住对方的进攻 再打仿击 第五局的阿拉米扬开始打落点 连续的跑动 林高远的速度变慢了 近期的林高远 也是备受争议 在澳门赛 还有世界北 常遭一轮游 但是在国内的全景赛 却中她的慎勇 退台后 防守还能够这么打 阿拉米扬也是很有天赋 又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林高远变得落点 刚才对方的发力 关键时刻 这个阵手有些着急 九平之后的这两分 都是自身的失误 按原本的计划 林高远是没有参加亚洲杯的 因为梁静坤的退赛 他才替补了上来 一个果断的发球抢攻 这样的进攻还是要多打一些 这个回球有些突然 林高远的二侧启动 没有跟上了 现在的出手 林高远还是有些保守 显得比较拘谨 发不上力 在澳门赛 世界杯之后 在亚洲杯上 林高远又惨召一轮游 有人讨讨讨讨讨论 我们在澳门中